我叫喜望 是一名90后 图胜图长的天井孩子 现在在阳灵请画社学习课版技术 我小时候就特喜欢年画 小孩们都喜欢过年 那会儿家家过年都贴这个 只要一贴阳灵请年画 就知道马上要过年了 后来解除了才知道 阳灵请年画是著名的 中国民间木板年画之一 还是匪物质文化遗产 塔流畅的线条 古古的色彩 浓郁的圣活气息 都深深吸引着我 本以为我绘画课版出身 上手学阳灵请年画课版 是件很容易的事 但仅仅是上手 我就没日没夜的练了三个月 从刚开始认识黎木 到学习摸岛 再到用拳岛在废木板上练习课线 让我一步一步的加上了对年画的认识 课线在外人看来是件极其枯燥的事 无数个日夜 面对着不会说话的木板 就只为了摆一条线刻之 所有人不停问我 你一个90后 为什么要重复做着那么枯燥的事 对于我来说 当我开始慢慢地重新认识年画 对它了解的更多 然后看到自己课的版逐渐成型 被印出来 那种喜悦不是别人能体会 也不是别的事情可以替代的 课版是需要花很大心力去揣摩和练习的手艺 我师父王老师 从事这行五十多年了 他常教导我 你得先行定了 坐住了 手才能稳 才能准 眼罗请年画 其实包含 狗 磕 印 绘 表 五门独立的手艺 无论是哪一门 要想精通 都得耗上二十来年 所以一个人一生 几乎是无法全部学会 这是个最大的宝藏 也是门实践的艺术 表的程序可以分成五种 多干一年就是多一年的经验 我从事这个行已经十年了 我都不敢说它是精 随着年龄增长你就感觉这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我最近三十八年就感觉完全印得怎么样 原本它每一幅画都不一样 这种工作需要学一辈子 这也不是一门 就能学到头的功课 这个艺术的东西 你干到老学到老 我就一辈子也干 我就想干上这名堂来 我就好好的在里面 我就不想别的 如今又到了过年的时候 几年画设 狗年的生小画 就是我刻的版 我想象着人们铁上它 喜气洋洋的样子 心里更加坚定 虽然专义做一件事 并不容易 但我还会一年一年的做下去 年画只有在时间的戒雷中 才能体会到它展现的美 而我也慢慢激奠 它竞争着我成长的历程 也让我学会了 发现美和制造美的能力